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8月3日,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周永康儿媳律师一家逃离中国转赴第三地图,文章来源,RFA于2019年8月3日,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海外华人直播记者苏醒温哥华综合报道。 美国著名的人权牧师傅希秋博士,营救周永康儿媳律师一家逃离中国转赴第三地。 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因为代理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儿媳黄婉的案件,遭受威胁被失踪。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掌握的独家消息,在NGO人权组织协助下,陈建刚一家人包括妻子以及八岁和四岁的儿子三号已经顺利逃离中国,经东南亚转赴自由民主的国家。 陈建刚登机前接受本台访问证实,一家人目前都平安,其他不方便多说。 陈建刚在东南亚国家转机准备登机时候,就在飞机还没有顺利起飞之前,陈建刚一家人宛如惊弓之鸟不敢多谈遭迫害的细节。 陈建刚,我现在不能跟你讲什么,但是,我可以跟你提供一个线索,就在今天半小时黄婉会发布,你去看他的推特,其余我不方便说,你们现在一家都是安全,平安,一家人一起走吗? 是的,不过,到截稿为止,黄婉的个人推特最新推文仍停留在8月1号。 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特地从美国飞往东南亚协助陈建刚一家逃亡,傅希秋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岳阳访问时表示,陈建刚从2015年被中国限制出境, 这次一家人逃亡可说是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在东南亚寺,五个国家,动用四五十名人力,过程相当艰难。 傅希秋牧师,最近一个月受到最严重的威胁,包括直接被威胁要被失踪,主因是他代理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儿媳黄婉的案子,当局把他搞到北京司法局大楼,直接告诉他会触动政治红线。 要他立即放弃代理,如果不放弃代理会被失踪,拿他的家人威胁,这是对他最大的诱因。 这次要逃亡,陈建刚本人在7月5号发表一段视频,声明他当天早些时候遭到了北京当局的威胁指出,北京当局当面威胁要让我失踪,我等着,你们,赶快来。 他在当时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本台记者访问证实,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市律师行业党委书记王群约他在北京市律师协会见面,当面要求他不再代理黄婉的案件,否则他会被失踪。 陈建刚引述王群的原话称,王群告诉我,因为这个案件有很大风险,涉及,清除所谓周永康的余毒,很危险。 如果你要继续办,那么你可能会被消失。 陈建刚一家被失踪危机破在眼前,也启动NGO团体救援计划。 不过,陈建刚一家最后的落脚处,必须要等到飞机落地那一刻才会对外公布。 另外,根据海外华人直播温哥华报道的资料,美国傅西丘人全牧师曾经利用地下通道营救过原来中共福建省的法官李建峰先生逃离中国,转赴第三地泰国,然后成功地申请加拿大政治庇护。 温哥华自媒体报道,2019年6月17日,李建峰先生已经加拿大温哥华买房并和基督教徒在列治文紫禁城饭店白酒结婚,成家立业,开启新生活,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7点,晚上7点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拜托您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